他到印尼 他是一個日本外商 他到印尼去 結果他就在當地的時候喝了這個咖啡 他就覺得 哇 怎麼這麼好喝 但當時呢 語言有點不同 日本人跟印尼人語言不同 他就有點像是半講半筆問他說 這個咖啡叫什麼名字 結果沒想到那印尼人以為 他在問他叫什麼名字 結果那個印尼人 他就叫做曼特尼 結果後來 喔 原來這叫曼特尼 他就把它記起來 結果他就到日本 回到日本之後 他就找到這個咖啡的原產地 然後呢 進進來 到那個日本之後呢 他就把這個咖啡去推廣 就沒想到這個咖啡就紅了 因為太好喝了 那但是呢 大家都不知道 原來這個曼特尼是一個印尼人的名字 但是也因為這樣美麗的誤會了 就讓這個曼特尼智景 就是智景他就叫曼特尼咖啡 這是他的一個小故事 所以觀眾也想知道 誰想知道 他就要問他